今天,网络上爆出一则赵丽颖怀孕三个月,孩子爸爸是冯绍峰的消息,震惊了全网的吃瓜群众,爆料中指出,赵丽颖已经怀孕三个月,目前处于半平宫状态在家休息,并且还拍到冯绍峰伴起左右照料。 等等,赵丽颖,冯绍峰,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吃瓜的手微微颤抖。 7月23日,冯绍峰被拍到驾车,来到一个小区的地下停车场,随后一名戴着白色帽子和口罩的女子也现身停车场,二人一同前往冯绍峰公寓。 冯绍峰和工作人员冯绍峰和该女子一同现身地下车库,爆料着,该女子肚子微微凸起,并用衣服有一遮挡,依次怀有身孕。 请问,这怎么看得出来是赵丽颖啊?包裹岩石的神秘女子,随后,该谈言被赵丽颖工作室否定。 赵丽颖发工作人员坚决表示,没有这样的事,赵丽颖没有怀孕。 但在昨天下午,后来,又传出冯绍峰在和郭碧琴拍摄,那片星空那片海石阴系生情,甚至拍到两人豪宅共度三天三夜没有出门,而两人都没有做出回应,是真是假无从得知。 看过这些剧一波完就夹闸而直的绯闻后,很多网友们都认为冯绍峰那些影拍戏而产生的与女演员之间的绯闻都是假的。 所以冯绍峰和赵丽颖的绯闻真实性还有大考究,无论如何,赵丽颖和冯绍峰之间的关系无法确认,很多爆料也不能确定是否真实,所以我们也不能对他们俩做太多的猜测。 各位吃瓜群众还是要冷静一点,做到理智吃瓜,anyway时间会证明一切的。 看完,快乐插载,编辑,郭盈盈,诸位缺乏朋友圈表示,赵丽颖怀孕却有其事,只是因为还没满三个月所以选择否认。 随后,爆料网友at花交大料,又发出视频追证,视频内容正是一开始爆出的,冯绍峰和神秘女子出入地下车户。 视频中称带女子就是赵丽颖,并且肚子还挺大,但是说实话,插载怎么看,都认不出这究竟是谁? 毕竟戴着帽子口罩真的很难分辨啊,这可就是为难插载的小脑瓜了,人家工作室都已经否认这个消息了。 你却说这是真的,咱们去刮群众该相信谁呢? 网友们对于这场风波的看法,也大多数是去怀疑的态度,认为这是再早摇。 当然,也有一些赵丽颖和冯绍峰的催屁粉高呼好甜呀,希望二人可以在一起。 还有细心的网友指出,网上流传的主委朋友圈截图,是他本人截图以及传播的,原因是内容下有删除二字。 只有自己发的朋友圈下才会写是可以删除,而有些截图中则没有删除二字,于是有粉丝质疑,究竟是谁用修图工具将删除图改掉的,目的又是什么? 更有粉丝指出,该神秘女子根本不是赵丽颖,依次封少封的助理,两个人的身形不同,而且该女子的耳朵跟男帮助理的耳朵也很像,现在都是显微镜追星啊,同日。 赵丽颖亲自在微博一批刹优雅的回应,能该传闻,微博内容没不知道说啥了,我们给大家批个插吧,并且晒出他家爱拳毛球,和自己的披萨图,图中狗狗披刹的模样非常鸡萌,网友猜测,正是赵丽颖在暗示自己还是一只单身狗,而在赵丽颖自己的照片中,我们可以看到他身穿长裙,摇身纤细,并不像爆料中所说的笑容。 赵丽颖图状隐私怀孕,同时,他还用披萨这个动作,来暗示自己没有怀孕。 既然赵丽颖已经亲自发微博回应传言,那么这件事就差不多告一段落了。 不过,关于赵丽颖近期停工,这一消息产生的传闻也是层出不穷,上个月赵丽颖发微博趁,被广告支配的日子,终于要告一段落了,终于可以休息了。 这一消息也有得多方猜测,是烈爱,生病了,还是怀孕了,甚至有个别人对激进行恶意传播。 趁赵丽颖患有心脏病,脑血栓,身体状况堪忧,虽然赵丽颖确实是娱乐圈工人的老模,一直以来拍戏都是亲身上阵,也受过大大小小不少的伤。 但是这次的谣言,确实是惹得赵丽颖亲自发微博澄清,趁三波谣言的人是心术不正的人。 对此,赵丽颖工作室也发布了严正声明,而赵丽颖在某时尚杂志材料中,也正面回应了休整的问题,首先是因为入行多年积攒下来的身体问题,所以要休息一段时间。 其次世界这段休息时间板思一下过去的一些问题,从而获得更好的成长。 只是这次赵丽颖怀孕,可能或许让很多人都摸不着头脑。 大家可能就想问了,赵丽颖什么时候和冯绍峰在一起了,怎么就传她怀孕了呢? 一直被称作劳魔的赵丽颖和冯绍峰也算老熟人了。 叉咋认真算了一下,二人竟然已经同喜了六次。 2009年,冯绍峰在《索青秋》中饰演男主角陈朝宗,而当时赵丽颖在剧中只是饰演一个丫鬟,主演列表里还没有赵丽颖名字。 2010年,在《肥沃斯传同名小书》改编的电视剧《家妻如梦》中,冯绍峰饰演主角孟和平,而赵丽颖饰演的安安,只是一个小太美。 与冯绍峰并没有什么交集。 同年,《家庭伦理剧夫妻》一场,中冯绍峰也就是男主,而与赵丽颖依旧没有对手戏。 到了2011年的《公所珠连》,在剧中赵丽颖饰演了《青楼女子百合》,与开场合传八大歌的冯绍峰自然没有什么交集。 而到了2018年上映的电影《西游记之女儿国》中,赵丽颖饰演了《女儿国国王》,冯绍峰饰演了唐僧,曾在多部戏里同系不同框的二人。 这次是第一次有对手戏,一个懵懂一个呆忙,CP干嘛买,二人在片场和采访时的互动很有爱嘿嘿嘿。 除此之外,二人在微博上的互动也很可爱。 而在最近,赵丽颖和冯绍峰耳度合作,了电视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兽》,当男女主,赵丽颖和冯绍峰已经算是同聚了四次,正式合作了两次,出现一些被闻自然也不奇怪。 之前就有人曾拍到两人开着马沙拉蒂,穿着情侣装现身酒店,相伴聚餐。 途中一男一女分别戴着黑白帽子和黑白口罩,差在可以看得出,二人确实是身着情侣装,但是这高虎画质实在却很难确认,究竟是不是赵丽颖和冯绍峰本人? 去年九月,有媒体趁冯绍峰和好友聚餐后,深夜赴赵丽颖家,然后两人一通乘车前往南方家中共度一晚。 十月,媒体拍到在赵丽颖生日前一天,她与冯绍峰前后搅到同一家餐厅,虽然离开十二人乘坐不同的车离开,但冯绍峰的坐驾绕到了赵丽颖入住酒店的后门,对此粉丝们也是很生气,表示二人本就在一个剧组,自然是住在同一酒店。 而且听声的时候也有很多人在场,并不能说明什么,十二月,二人在拍支付,得见戏手揽手,被发现了之后,赵丽颖就很快踪开了手。 除此之外,还有不少路人曾经偶聚过赵丽颖和冯绍峰的爆料,虽然真实性有待考究,还有网友爆料曾经在苏美岛四季酒店公共泳池,旁看见冯绍峰和赵丽颖在牵手散步。 而赵丽颖也曾在微博中晒出一丝在苏美岛四季酒店的照片,从经纪人的动态中也可以看出赵丽颖,确实去了泰国游玩,泰国四季酒店官博对赵丽颖这条微博点了赞,证实了赵丽颖确实入住了该酒店,但也只能说明赵丽颖去了苏美岛,而不能证明他们在一起了。 还有知情人爆料冯绍峰带赵丽颖去做手术,本一样没锤。 不过,冯绍峰的宣传期恋情,也为大众所知,他经常与同居的女演员传飞闻,大家好像对这种情况已经见怪不怪了。 比如冯绍峰在和胡杏儿拍摄《岁月风云》期间曾传出飞闻,被问及二人是否有可能时,冯绍峰并没有否认,而在拍《美人心记》, 十二人又传出飞闻,但两部剧一播完,飞闻就都夹眨而止了。 冯绍峰和安宇轩在合作牛娘和索青秋期间,也曾传出飞闻,媒体趁二人关系亲密,形影不离, 在最好朋友的婚礼拍摄期间,是越南一号的冯绍峰和女二号宋妾的关系很好,微博互动很亲密,还被偶遇二人同游轮段一起吃饭。 当然,等电影拍摄完之后这段飞闻就没影了,而在幻城拍摄期间,二人又传出了飞闻, 然后就是大家都熟知的冯绍峰和杨幂曾经的飞闻了。 二人在《公所心语》的宣传和热播期间,互动非常暧昧甜蜜,粉红泡泡都要飞上天了。 冯绍峰曾在5月20日那天从杨幂微博转了一张猫的图片说, 臣女人,五二令,幸福,快乐,哇塞,这难道不是真的在一起了吗? 二人的互动频繁并且亲密,让不少蜂蜜党,蛇乎在一起。 而冯绍峰和杨幂,也一直没有出来澄清。 某次冯绍峰在接受媒体采访,失业大方承认曾对杨幂动过心,后来发现二人性格不适合做恋人,只能做工作呆当。